在亚特兰大开演唱会的亚瑟小子 来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站台 贺锦丽一出场 支持者伸长的脖子想看清楚 高举着手机想留纪念 风水轮流转 川普跑行程觉得累 造势脱稿讲话没逻辑 现在都成为贺锦丽的攻击话题 他还进入掌握 和可以调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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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温 两个阵营这个周末所定催票的 也都是已经开始提前投票的州 贺锦丽到密西根和乔治亚川普到宾州 乔治亚州提前投票开跑五天 已经有超过130万人提前投票 占有效选民的19.1% 其中白人和年长者最踊跃 如果Jimmy Carter可以投票早上 你也可以 重量级政治人物都往乔治亚州跑 美国时间23号川普亚特兰大造势 24号前总统欧巴马和贺锦丽 也在亚特兰大首度同台 旨在关键时刻站台的密学人欧巴马 则是在29号到乔治亚州 呼吁首投足年轻世代提前投票 今日别新闻 黄宗普林佳辉 美国亚特兰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